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樓時事件 我是今集主持人Vinny 今集有詩先生和我們談談最新的樓市就石 你好,詩先生 你好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最新就報180.33點 雖然按週跌了0.33%,但也站穩在180點水平 今年首季已經累積了1.2% 其實都看得出樓價是平穩向升 接下來第二季,你又會怎樣看? 是否繼續升? 以及你之前都預測過樓價,全年升到15% 現在全市場都同景,通關在網 包括了通關因素,會否比15%更強? 一個星期有上有下,其實是很自然的 即是你股市升的時候,都會有上有下 從趨勢上說,今年仍然是上升的 當然,我們這個世界很多方面因素不斷地演變 有些人看到,美國債券的資息率,最近上升了不少 但香港銀行,其實做按揭的心態,比之前積極了 有些銀行,略為減少少息 另外,銀行的股價中取了 以前,客戶買樓都經常投訴 最近銀行調整後,股價更貼了 這反映銀行對後市的取態積極了 我自己看,今年很早,我看得算好 人們都未曾看升,我看升超過10% 主要原因是,疫情會緩和 西方疫情最嚴重,美國、英國打防疫針的積極性 因為真的很危險 中招的人,美國有3,000多萬確診 所以我自己看,他們打防疫針,很快會過2億 拜登的說法 我相信,今年中下半年,很多地方都會重新開放 香港最近都放多了 例如,我喜歡游泳,今天開始可以游泳 我相信,隨著疫情的舒緩 很多行業都會好一點 另外,我預期,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 出入境政策 出入境政策 或者,在資金的制留得鬆緊一點 其實都很重要 例如,他不想令香港樓家出現過大干預 造成太大的升幅 但是,在外國的制裁下,香港在某些地方多少受到壓力 我自己傾向相信,不是內磨消息 在與西方較量的時候 他都想去證明香港,不是被西方制裁 從來,變成遲死水 我相信,資金方面會鬆一點 一個就是,下來投資的金融產品 很多都開放了的 例如,湖港通、新港通 將來可能,那些錢亦都可以賣債券 賣其他產品 所以,這方面 疫情鬆了 政治上,有些政策傾斜 都是對香港樓市有利的 這些情況,可能在年中、下半年 陸續會反映出來 可能第三季,勝福可能會比第一季更好 所以,都是維持全年10%的勝負 暫時未打算修正 但剛才你都說,疫情好一點 政府都放寬了限聚令 其實,社交活動、經濟活動都全面復甦 樓市其實都很旺 二手在上個月,即中原十大奧院 3月份6度,397宗成交 其實創了8年的新高 即是SSD三年,只要之後的新高 你又怎樣看呢? 會不會市民都升15% 我現在擔心持賣會貴,快點入市 算不算入市良機呢? 我自己有了解前線 比如接盤量、接客量 現在,我們的系統顯示 接客量,增長得比接盤量更快 即是說,不斷有新的客人來找樓 但手上的盤口,已經賣少見少 供不應求 客人未曾說,不問價一窩蜂去搶 未去到這個情況 但從供求的關係去看 盤去到一些 通常去,當然是去便宜盤 剩下來的,相對貴一點 遲買,可能選擇就少了 還有剩下來的,都是硬惹的熱主 如果是很快的,一早就賣了 便會站得硬了 所以有時,升一格 就會停一停 等一輪,不見有便宜盤出 也要追 前兩年,有時出現的情況 你出來看一輪樓 見到樓盤 未敢下達,猶豫一下 過兩天再來看,樓盤多了 還有一些便宜,比上個星期更便宜 幸好上個星期沒有賣 形勢改變了 現在,繞一圈回來看,是貴了很多 所以我認為,價錢重貴得上 現在看好,就很過斷 自己合用,都要作決 我之前也試過,朋友說 看好一點,施先生,你慮我看好一點 現在失界的,三、四小時就成交 我聽到最快 不如這樣,二手都很旺 買家看好,就很快入市 說完二手,不如說一手 其實三月份,新盤的推售 好像比二月又慢一點 但看數字,三月份的一手成交量 都有接近1200宗的成交 跟二月份的成交量差不多 看到一手的成交,都很平穩 四月復活節,黃金檔期 很多新盤都排除,可以出場 港九新界,區區都有 二手禁王,你覺得發展商在新盤定價上 會不會,我都不用便宜買 開價會不會進取呢 新盤會不會貴 現在市場上升,只能叫穩步上升 不是真的咬腰反彈 幅度高的彈性 在這種情況下 買家都是日市的時候 他們仍然是省省的 發展商,最近看到的情況 都是,開高了是不動的 或者有些盤是,他們買回來貴 不想便宜太多,要虧日欲 虧便虧硬,有時賣錯地 但是,他願意選價 發展商老闆,跟主婦不差得很遠 主婦放盤,都是先放理想價 賣不出,選點賣不出,選點 他們都是要有這樣的過程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盤 定價相對偏高 市場是不會說,你定什麼價便買你 但是,一些是位置好的 價錢合理的,仍然是去的 我自己看 二手王,會令發展商深紅 深紅,如果叫得高 他又會遇到阻力 整體 你剛才說,1200宗 1200宗,一年12個月 都有一百四十多宗 現在,跟每年的落成量 都是萬宗到差不多多遠 所以,如果交投量維持在1000宗 表示市場,仍然是很健康正常的 如果低於1000宗 發展商會有銷售壓力 價錢就會下降 我相信,現在的問題是 未有足夠的盤去開 多些盤開,中數會上升 在過去一個月,都不算多大盤開 因為疫情影響 現在疫情變得更好 應該四月就排隊登場 我們今集說到這裏 謝謝施先生和我們分享 拜拜